詞曲 李宗盛 陸梓滋 王國興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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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興 曲 王國興 我們今天會討論的是徐文帝的開王盛勢 根據往時 2020年12年2014年20年2016年2018年 2020年都有出過這個徐堂盛勢背面 所以你看到2022DSE是很重要的 而我们想知道徐文帝的开皇盛世温这些东西 我们今天就会讨论用一题的ESC Past Paper来讨论 就是2020ESC Past Paper 这条Past Paper就是这样的 徐文帝24年浙剑琴症,优养生息的统治 使广大百姓受惠,为大唐盛世奠定基础 讲一讲这条题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这条题目可以反映出我们徐文帝有什么方法 如果根据往年或者学校的剝卷等等 徐文帝的开皇盛世不外乎有几个方法 第一,首先你要知道徐文帝本身的性格 大家知道很省家,因为徐文帝平身素食不过一肉 他不会多吃一顿肉 或者我们有些例子可以给大家 例如去南下平陈之后不封禅 因为大家知道封禅就是要制告上天 通常有些比较有封公位积的帝王 觉得自己很自大的帝王 通常会去泰山封禅 制告上天我自己有一个很厉害的功德 但是徐文帝也知道要省家,所以不会这样做 大家知道徐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熟 所以怕老婆的皇帝 他的皇帝是独孺皇后 所以他怕独孺皇后 所以怕老婆会发达 这句话可以看于徐文帝那里 第二就是徐文帝的政策 你看到他是优养身色的统治 徐文帝的政策 大家知道他有很多分政治方面 经济方面,文教方面 包括大家知道他有五散六曹制 周远二级制 有秀彩科等等这些政策 这些政策的情况之下 到底他怎么来做成开煌城勢的面貌呢 第三就是他南下平层 开煌九年,大家知道他南下平层 南下平层对于社会的发展 当然多了户口 因为你人口多 间地面積有多了 那你衍生的就是经济的发展 也都厉害了很多 而这些衍生出来的话 我们要知道这些三样东西 就是他的性格 政策 和平层 这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 如何替解开煌城勢 经济范荣 为什么呢 但是第一知徐代就很快亡国 三十八年以亡 徐代只有两个皇帝 一个是文帝 一个是阳帝 文阳两帝加买了三十八年 所以很快亡国 但是他正如前人中书 后人成梁 他所做的政策 正正是为后世奠定了基础 那我们就知道三部分 到底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徐文帝 二十四年折劍勤政 这题首先斩两部分 有个同学 读的时候 就会知道他如何折劍 因为他一直很省监 正如刚才我们讲过很多例子 例如文帝那时候 平身素质不过一肉 南下平陈之后不封闲 再加上他减省后宫非白 其实有很多折劍的例子 但是这题有两个部分 有两个方斩 这题目是take point 即是它的marking 其实就会有很多点点列式给你 它的比分位在哪里 例如这里就讲了 近95%的效生同意 只有1的观点 不同意就是5% 这题其实都比较难 或者比较是庞达不同意 所以通常都会答同意的立场 但是其实这些题 如果要拿中等分数也有是 但是其实如果要看Markers report 当年是怎么比分的呢 例如我可以看一下第三点这里 其次 考生虽然有清晰的立场 但未有就知道分成三个角度 即是说你要写三个角度 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他折劍 勤政 幼引申式统治 和伟大同姓势奠定基础 但是这些题目通常就比较简单 因为其实你说的话 他都有很多折劍的例子 例如我刚刚说了 他平身素质不过一肉 南下平臣之游不通线 再加上他减省后宫非败 但是或者你优养生息的统治 也都有军铁制 租掉利益制 等等这些政策 但是其实你还有没有一些更多角度的东西 可以写下去呢 其实你这个都要说的 即是说你想下中等分数其实很简单 但问题是如果你想下高级分数 其实这些题是有少少难度的 例如你看到他这里第四点就说什么呢 考生答案想出现以下的瑕疵 当然这个隋文帝的接见 但少论及隋文帝的勤政 多论及隋文帝收生的统治 例如户籍、军田、开曹或设仓家 但少言对外行招苦政策 为拜堂盛世 多言制度 少及仓教 混合对堂代的卑益 好了 即是说什么意思 即是说大家知道 隋文帝会平时会 考察地方管理的得失 叫人家想考课 什么想考课 即是说他要定期向中央回报他自己的政绩 即是他自己亲自拆问 所以你看到这些就是勤政的例子 但是有同行这里没有了 所以如果他根据他take point的情况之下 可能就少了些分 有例如这个隋文帝有很多修身的统治 例如大家知道他行军田制 遗民制产 他不停派田出去 令人民有田可奸 例如他行租利益制 他轻饶薄库 目的就是想透过经济有一 令到涂强的熟民 重新列入国家编顾齐民 好了 但问题是 其实这些就是经济政策 但其实你还没有其他方法 来证明他是优养生式的统治 这里就有点巧妙 他这里就说了 原来对外武功也是 大家知道文帝那时候有个外族叫做突厥 突厥那时候在周边围患 但隋文帝不打他 怎样了 相反折纳掌宣性的严限离间计 什么离间计 什么离间计 即是分化他们 即是等他们两个都分离了两边 一个东特缺 一个西特缺 令到分化了 续一击破 最后东西特缺 相计寒腐秀 所以他那时候 就不是用打仗的方法 而是蒸土过他 相反他用一个比较怀有的方法 原来他都说是一个优养生式的统治 例如他说在为大唐盛世奠定基础这方面 他只是说制度 例如徐代的时候有五省六曹制 大家知道有内市、门下、尚书、内市和秘书五省 但是唐太宗那时候就改善了制度 因为看到有两个制度 就不关政务事 所以就中书起草、门下冲博、尚书执行 在这个情况下 就好好改善了前朝的制度 例如地方政制 大家知道 徐代就走周囡圆三级 即徐周囡圆三级制 又減于以前 例如地方政制方面 徐文帝也是走周囡圆二级制 那就有两级 但唐代就在这个资讯 就设一个道做监察区 那又开始改善了 例如徐文帝走秀采科 什么叫秀采科 就是地方行政长官 每年都要选一个人到中央参加考试 但是冠名是地方长官选 他选什么人 就选自己人 所以他现在就改了 唐太宗 或者徐阳帝开始有科举制 但我们论唐太宗 唐太宗有个词语 叫做淮碟字举 什么淮碟字举 就好像现在你去报名考DSE 有些自修生他想报名考DSE 很简单 有身份证 自己填名 那就搞定了 这叫淮碟字举 就是你的profolio 拿着你的profolio到中央参加 举自然自己参加科举考试 是一个改革 就是由以前选市的人 开放了试图 所以有改良的作用 这是制度 不过他说制度不是唯一一个take point 你只是说了几样东西 如果你只是说截检 就是一些大陆东西 就是所谓的 截检 优引伸式 就是经济政策 崩田之类 剩下制度 有时候你的分数可能只有8-9分 但是你要加多些东西 例如那个角度 所以其实有时候不是一定要很长 但是你要多些角度 例如很简单 例如徐民帝很省家 刚才说过 大家知道 开黄年间 天下储职 得供五六十年之用 很多钱用 这些钱 五六十年 徐代都38年 你减数 唐代还有20年可以用 所以你看到那个经济可以上乘 例如还有混河系统 大家知道徐代就建了几条混河 当中徐民帝因为粮食的问题 因为这个大兴生多平地少 地客 他若不是首都都游士河 但是他作为首都 人很多 他应付不了经济的粮食 所以那时候他在关东做了一些仓教 大家知道 仓教 那时候作一条途中所示的广通渠 又将一条混河 将粮食运到经济 这个系统 但是唐代乃之都定督于长岸 其实都是面对着地下的问题 所以徐民带徐代 大家知道你开混河 没有天变出来 没有上天炸一条混河出来吗 没有人的 是不是 有人开作 但是 开作混河 去到徐阳帝 开作多四条混河 就是图中所示的永济渠 通济渠 汉渠 江南河 四条渠 这四条渠用了很多人力物力 非常多 露民相材 通常举随代的露民相材 一定举五大混河的建设 但是前人中暑后人成略 你不要像平行时空这样随代 整条混河消失了 所以唐代也有个悲益在这里 所以这里就讲混河和仓教的得益 就讲一样 所以我们最后可以看一看这个同学有个当然考生的答案 我们看看他当然得到多少分 首先根据刚才所说 我们展开三个方面 第一 文帝的折检 勤政 第二 就是说他优养生息的统治 第三 就是为大唐盛世奠定基础 所以你看到这个同学就有讲他怎样折检 例如徐文帝的折检 他就开始讲一些例子 例如他自奉监约 平身所食不过一肉 减少后宫飞笨 摘散国家开支 又因为风扇开支巨大 而不风扇 摘散了开支 同时他也很好 又具周圆异合制 因为大家知道 原本以前行周圆异三合制 但是现在就没有周圆异合制 没了棍 没了棍 没了棍之后 就减少了佣源 就是废议官就废了他 所以自散了开支 结果 因为这个情况 所以就大唐盛世 你叫做人口就急性了 例如他勤政 你看到他说 也改变了以往官多人事的情况 他也有很多勤政的例子 例如关心民间疾苦 又想考虎 所以你看到他也很好 所以这里是OK的 这里他就说均填制 这里就说均填制 如何改善人民的情况 例如他有轻饶博富 然后他又做了很多仓教的措施 结果均地面积也大增 结束了分断局面 但是他其实这里 正如刚才那个Marcus也说 其实可以加上对外关系 即是他那时候 掌孙胜的意见实行离间 其实这里他没有写到 所以其实他会扣少少分 就是为大唐政制奠定基础 你看到他写了这里 他得公天下五六十年之用 那些钱很多 例如他又改革了很多制度 例如中央政制方面 以前有五三六曹制 但现在变成三三六曝制 在周院二级制上面 唐太宗系之上 设十度做监察区 例如将这个秀采科 后来变为科举制 有个怀叠字具精神 所以你看到他就为大唐政制奠定基础 不过又是他有没有了混合的设计 所以这个会扣少少分 不过总观之 它都是上品券的答案 这个同学最后是有十三分 有两个marker就给11分 即是大约12分 所以一个都是上品的答案 所以加上对外关系 和混合的设计 其实就完美了 这个就是我关于徐文帝 开王城城的分析 多谢大家 请去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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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知道你有没有一段听听听听 感谢观看